可是呢 這些文學人呢 我們這些人 為什麼能過得那麼高興呢 如果台灣沒有工業 沒有工廠 我們的經濟能這樣子 大家每天一九九吃到好 每天可以去去劇啊 去什麼西題 那是因為我們台灣有經歷工廠的這個階段 而且台灣的工廠還是非常的多 我們說很多外移到越南或中國大陸 其實還是很多 如果沒有工廠的這個時代呢 台灣的經濟或我們的生活不會這麼的悠悠 不會每天泡咖啡一天一杯 那回到這一點 我要講一個就是 當初為什麼要寫這個 是因為我寫的篇文章叫做 那些雞毛小事 這故事怎麼講呢 這個就來到了我母校東榮國小 東榮國小呢 小時候呢 我最喜歡在那邊的水池 為什麼呢 因為小時候人家釣魚 可是去西邊太危險 就跑去水池釣 於是跟我弟弟拿來的 釣魚開始釣魚 可是那時候沒有魚就釣不到 最慘的是校長要死不死禮拜天才來學校 欸!兩位同學又過來 就被罰站了 告訴你這裡不可以釣魚 就被校長去 最喜歡回到學校 就是水池 那30年後回到這個學校呢 你沒有一支鱷魚 假的鱷魚 一樣還在 變成怎麼樣了呢 不對 等一下快就跑 鱷魚還在 永遠的餓死 那為什麼回到 為什麼小時候常常回到 因為我們小學就在我家裡旁邊 因為爸媽六個都在忙 媽媽在工作 爸爸也說 去打麻將你睡到中午 沒有時間帶我出去玩 所以都回到學校來玩 那學校來玩是來自各地 我們那個村附近村上的孩子 在學校裡面玩 你看 還在耶 親愛 你看 生起他 那個中國又需要生起嗎 我們學校要生起 也有喔 所以你們是齁 我們小時候都在生親愛情誠 你看 這個期間的妥占 這個期間是日本時代的 是嗎 這剛是 不知道耶 喜師子看不出來是 看不出來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反正就很棒 我女兒就躲在後面 好 下一個 看這操場的怎麼打 然後呢 有一次我就 禮拜天就回去學校玩 玩一玩了之後呢 遇到幾個逼中的孩子 他已經小怕了 就開始打架 打一打之後打不贏 就趕快趕快留了嘛 下一個 就躲到 就趕快跨過這個圍牆 到這個裡面去 好 那我們就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跨這個圍牆裡面去 一進去呢 發現是個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來 下一個 像裡面是一個殺雞場 是一個殺雞場 是一個殺雞場 然後那個老闆 一個中年富 就是老闆娘 討薪大茶給我說 然後他就說 我聞到一股噁心的味道 我們四周看 空到的鐵籠子散放 顏色波紮的雞毛堆積在角落 還有幾康水桶 勁抱著光溜溜的肉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個印象 你去洗頭啊 不是 你去洗頭啊 以前是要用人工脫啦 現在有那個 胖耶 那種 脫毛肌啊 就是那個 像那個洗衣機一樣去脫 中年婦女很快就認出我 知道我是隔壁那家鐵工廠 那他早早早就說起 比較遠的不可能在的關係 才知道 噢 以前我每天都會經過的地方 在他家的門 後面呢 是做殺雞地面 然後 下一刻呢 老闆娘就說 欸 欸 年輕的 那個小孩 要來倒三年 要不要來幫忙一下 我說幫忙什麼 因為雞啊 用熱水燙一燙之後 把他拔掉之後 就是負責在 雞上面的有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 雞的那個盒 一支一支 那個如果 用毛錢 如果沒有拔掉的話 客人 被賣掉去 那個價錢不好 會寫說 如果你吃雞肉 還吃到那個硬硬的那個毛 是不是 毛戒 毛錢 是不是會覺得你 所以他老闆娘每天 就在雞吃老闆 去拔那個毛戒 啊 他就說 你娘你要不要來打工 來我這邊打工 去拔那個雞 光溜溜機三個毛戒 一支呢 一塊錢 喔 喔 利用童工 喔 他說 好啊 媽媽呢 我媽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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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 那時候小時候的孩子不懂 那 雞都要 就整個被殺掉 開場佛杜 只要雞進去 就開始 劉的毛錢 他已經拔了 他已經拔了錢 拔了錢 欸 可是我覺得很好 尤其是那個 翅膀旁邊那個 那個毛錢啊 很難拔 就這樣捏著捏著 就開始 慢慢慢慢 我第一天就賺了十幾 就灌了好幾塊 然後呢 就去斜對面買那種百香果貝 一包七塊 七塊 那時候 那時候 賓哥怎麼包 就用一個錄影 塑料袋 然後 繩索把它綁起來 插個吸管 就可以喝七塊 這是我 我人生 打工賺的第一位 一隻雞喔 那時候小朋友 不懂嘛 一隻雞 剛殺完 還溫溫的 這瘦的毛錢 然後做了幾次之後呢 這都 太便利了 不是做幾次就沒有耐心 就拔掉了 對啊 然後下一個 好 你看喔 那是鑷子從水 血水中喔 那肥都那肥 看準 雞翅邊緣的殘雲毛劍 當作回袖中 就是那一道的那一口裡 處置的話 我這個眼中 只有錢的高小孩子 對於開場鑊度 繁眼症的時候 毫不畏 只管在滿是 就是大的鬆軟雞鼻中 圈尋盤長去競爭 好坑到小狗 跑一下高地來 參與殺雞拔毛的行列 那個 鳳凰木的樹葉伴著火紅花碎 我覺得我小時候 國小最美好的回憶是什麼 鳳凰木 現在已經死了很多 倒了很多 可是加一很多鳳凰木 那麼大的樹冠 它那個羽毛像 那個葉子像羽毛飄來飄去 當晚時刻 蘇英從學校跨到尾塵 落在流滿血水的地面 和我們兄弟前奮的生意 結合在一起 所以跟我弟弟呢 也參與了台灣 經濟大躍進時代的工作 我們也貢獻了 二三十塊的GDP 那個經濟的成長 OK 好 那後來呢 你知道嗎 這雞毛越來越難 把他做越來越無趣 對賺錢失去的興趣 所幸也不去了 殺雞長也不知為何 停業一陣子 之後架色黏紅燈 轉動燕光 能在窮鄉荒野生存 是色情的能源 叫水妹妹 還在 現在好像沒有在做 我沒什麼存 存 有啊 那個問了一個筍 什麼是水妹妹 然後我為什麼要寫這個呢 就是在台灣經濟的 小孩子都是放牛吃草 那有些小孩子就放在路邊 有些呢 就加入同工的行業 當然我是不增進的行業 房越偉強 在學道邊緣來來去去 在那個界線蒙 輕易就可跨越的年代 那時候 現在要做同工幾乎是不可能 被舉發就完蛋了 家庭及工廠 工作及休閒 我這個同工也參與了 這個時代巨人的運動 在台灣澳人的經濟成就中 貢獻基毛般的力量 那我想 我雖然比較年輕 很多可能 年紀比較大 都想說都做過這個行業 做過不是做過這個行業 做過這麼多的 所有的同工的工作 那現在這個時代已經劃分得很清楚 可是在那個時代呢 常常被抓去做很多事情 那那個時代也許環境比較不好 可是呢 卻是大家奮發鄉上的時代 好 好 那當然呢 我們醋鼻桃味呢 我想 我們鄉下醋鼻桃味呢 就是鄰居呢 有各式各樣奇怪的人 例如說 我家隔壁的是Bowland 就是輪胎 就是路邊啊 你看到那個人 破著蹦的醫生 就拋錨了 他就要開著這台車 當道路救援的醫生 是Bowland 然後 我隔壁那個叫 我的阿伯啊 就是那個阿伯 他大概是全台灣最早的電玩高手 在民國大概70年左右 他只有電腦 而且玩那個電網遊戲 大家記不記得那個小蜜蜂嗎 他很早就會玩 那 小孩子呢 小孩子的年代 我就常常跑去那邊打電話 那阿伯就是人很好 他雖然人長得很粗壯 可是他人很好 就讓我去玩那些遊戲 比如說有一種是 人啊 一開始你要去打金磚 就是你要把金磚取出來 可是如果有壞人 你就跑過來 他會來抓你 你就在旁邊打一個 然後他就掉進去 然後你經過之後 你再繼續去挖金磚 等等等等等等 不是呢 然後那個阿伯呢 他有兩個兒子跟一個女人 那個姊姊呢 從小成績很好 可是有一天呢 不用擁有啼笑 就突然就瘋掉了 然後瘋掉之後呢 他就 人就變得怪怪 他好像不知道是因為讀書太認真 還是怎麼樣 還是有一些天生的心 一個精神疾病 他就瘋掉了 然後我去 我這個小孩子 笨笨的每天去他家 可是從他瘋掉之後呢 就發現 萬阿伯呢 就是他的媽媽呢 每到六點就開始念經了 我叫萬八神 伸長手指 挫著從天而降著圓球 大家有沒有記得以前的天花 這種燈是什麼 這個圓球下來把它打開的 大家有沒有記得 以前那個日光燈啊 這個圓球下來把它按下去 它就會亮 來想一想 記不記得這個燈子 然後他家是什麼 如果你看 保冷的也就是輪胎行 有充滿了千金頂 沖濟幫工具箱 以及無所不在的輪胎 如果大家 家裡是開輪胎行就是會這樣 如果家裡是中藥行的 就是無所不一樣的中藥行 車輪餅般的餅 別放著一整堂牆 放不下的人 進天花板高處置放這樣 就發發在辦公室 輪胎未防打網 遇有各式各樣的勾橫 環繞台幣 所以他的家呢 跟我家都是食品機械 他們家全部都是輪胎 那他姓的是什麼 日連將 所以我在家裡常常模仿 媽媽的聲 就是 不念話 南無好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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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哇 好厲害 可是呢 我為什麼小時候這樣 小朋友小朋友 就說南無好煉堂 就亂講一通 日本來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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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這日連教 他的 他台北的那個傳教所 就我上次來去看 就在那個西門店裡面 他叫日連教對不對 口中念的是日文 因為我隔壁的那個姊姊 精神出狀況 他要尋找這個西門店 他就去西門 日連教這樣子 那我寫的是 尤其是嘉義這個地方 嘉義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充滿了濃厚的日本的風情 尤其是 日本宗教呢 在日治實在在推行 可是在後來 日本離開之後呢 留下來的宗教其實 和嘉義比較不一樣 有什麼 嘉義最有名的 天禮教 那個會所在東門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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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列路普及的 在那邊 然後我很多嘉義的朋友 是姓天禮教 就是很少見的 然後天禮教一開始在 我去拆個資料喔 天禮教在台灣 本來推行的也不是很好 可是因為有一個教友呢 他跟著人去阿里山去 去法律 後來呢 因為一個原故呢 就在嘉義就有傳教所 所以嘉義呢 是因為阿里山的神母 所以天禮教比較盛行 我去開發是這個資料 我去Wiki開發 那個你的朋友那個有沒有 我的孩子 他在就是 那個他加給那個天禮教 教的 三次問 這個可以去談一下 對…嘉義的天禮教是朋友 嘉義的天禮教是很盛行的 對阿里山的神母是有怪奇的 那這就是我們嘉義的一個風景 好 嘉義的 這個的話再來 換一個人來唱 不要每次都是我唱 這個會是 笑別的海風 然後那個時代除了所謂分發香 還有一種悲情的成分 那時候都有很多悲情的成分 那個… 小姐 我不會唱啦 我沒有像你的工廠這樣 要唱一下啦 來聽 來感受一下 江蕙那時候最紅了 你是不是江蕙喔 這首歌其實不好唱 這首歌其實不好唱 你台灣在那時候的年代 充滿一種悲情 就是我們很窮很可憐 歷史收集影片也順行分發香 為著環境 不可以來完成 那段音樂 南夢的環境 多段來久 失敗的海洋 情節 只是有情心 每一頓千萬洲 都已經不明一頓 customers 們的海盈 青春 不明天的心情 啊 這北真真 有才幹仙 除了那一切都事 萬一來造生 對你的感情 也使無憑 大家會發現那時候的歌曲呢 非常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為了環境 為了環境 大家有沒有想到為什麼為了環境 不可以來玩是 是為了它賺錢嗎 還有什麼原因 我想那時候我想這個 我還不知道這個大姐他們的年代 很多是為了經濟的環境 為了家庭的因素 他的理想沒有辦法去使用 有種環境的一個限制 所以那時候的台灣人們有一種 悲情存在 那個民進黨覺醒 或是那時候的黨外人 有一種每次 每次選舉造勢 大家會好像被刺說 趕快說他們就是送贓一樣 送贓一樣 充滿了悲情的質疑 有種歷史的悲情 或是人的那種 內心上的那種壓抑或存在 他有多理想 他雖然都感覺 可是我為了環境 我必須 沒有完成 沒有辦法完成這個環境 現在這個時代呢 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要小確信 小確信 他的管理爸爸怎麼樣 我要跟這個思路 可以走 可是那個時代呢 也許有經濟的原因 或是傳統經濟等等 他將會犧牲自己 去成全這個環境 所以嘉惠這首歌 這紅泡半年天啊 你在嘉義元緩的 二十家電影 十九家在秀北人海華 一家是江青青紅人 對嘛 對嘛 你好 不平靜的海影聲 真吻不平靜的心情 啊 你買的真面負在感情 雖然一切都是 環境來造 是環境逼迫的 對你的感情也是 可是你的感情沒有理想的 我呀因為 在台中 咱的幸福會成長 這八萬那個年代呢 幾乎沒有一個人 不會唱這個歌 其實這首歌為什麼會好呢 他不是只要好聽 因為他唱出了 那個時代的人的心情 那他 他有很多理想 他必須要去舊的環境 去完成某些事情 可是呢 他覺得還是有幸福的情 等等等等 所以江蕙呢 愛靠不一樣 他喜歡哭 他因為唱出了當時 台灣的那種悲情情 現在一樣是天后 可是你要發現 他現在的歌 不會這樣子唱 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 我覺得應該有論文在研究 江蕙呢 他 他剛開始出道的時候 就是唱這首歌 這種悲情的歌 有一陣子他也去唱日本歌 大家想想看 他有陣子去唱日本歌 然後呢 解嚴之後 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呢 那時候 台灣解嚴之後 很多台灣的民謠起來了 所以他看了好幾片的 台灣的民謠的翻唱 然後有幾個後的心聲 那時候台灣開始 最精靈 晚上都嘉義 全台灣樂園都不夜城 林森北路一直忙到 一直忙到很忙 可是到了2000年以後呢 在看他的歌 又不一樣 當然因為要換唱片公司啦 他對於歌的詮釋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江蕙可以說是 如果說大家研究 其實研究江蕙 他整個歌入的那個 那個行程啊 從民國七十年代 八年代 九年代到 叫2001年啊 那現在去遠走 趕快要當一個自在的小女人 這個時代在改變 從悲情到出陶天 到小雀性行情 從歌曲可以看得出來 那當然文學也可以 那我的加工廠呢 就是 民國七十年代 八年代 甚至到九年代 一種時代的一個切片 從一個小孩子的觀點 你看 國際幾點了 九點五文 九點OK好 OK 那回到最後我們再講一個 為什麼我會寫作呢 我在這本書除了具體清 我想說真的 已經跟我幫到一個聽證 其實我想到一件事情 小時候呢 我們在隔壁是什麼 共虎 共虎是什麼 回收場 叫共虎虎 我覺得台語真的是很明明 叫服務商 叫共虎虎 現在還沒有在 已經沒有在營業了 就是這樣子 回收 然後你看這個桶子還在喔 它回收很多桶子 然後以前這個地方呢 都是沉睡的紙山 躺那個沒的紙 淡掉的紙 每次爬上紙山 尋找漫畫書及故事書的蹤跡 往往只有零星幾本 可是呢 我竟有感覺的 不是心靈小雨或是 而是紙的味道 我小時候看著那麼多的紙 我就覺得 要在紙 這些空白的紙上 好像要去做什麼東西 下一個 然後 尤其是空白筆記本 我很喜歡空白筆記本 可是我翻的時候 覺得好像在提供做什麼 可是呢 我不知道做什麼 漸漸的我才發現說 原來 老天爺好像有一種暗暗筆說 你要在空白裡面寫上很多字 你要有寫作 所以我在寫加工廠的時候 回顧我就想到這個歷程 我說 我對紙 對紙這麼有感覺 也許是小時候就有那樣的基因 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進入加工廠的時候 才開始大量的略 所以我想 大家 包括像家健 他做這個生物方面的 我不知道 他是小時候喜歡 研究土町啊 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國性要開書呢 他是小時候 都去貼紙 貼紙 貼紙 到底是 大家為什麼走這個路呢 也許 加工廠其實是一個 童年的回溯 為什麼我會變成現在的我 為什麼我會喜歡寫作 為什麼家健要走 生物科技這方面 國性為什麼 人民知道了解 為了房間也是要開書 為什麼 大家可以去回溯你的同學 那 這個同學你考上什麼系 動畫系 動畫系 為什麼我喜歡動畫 你們去想一想 動畫系 要回學校 趕快去用台去看 厲害 哇賽 那大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生活 那為什麼我們這位 日本朋友會來 住在台灣 那也許很多事情 問我寧波的朋友 為什麼會喜歡台灣呢 也許小時候聽到 鄧麗君的歌曲 等等等等 也許有很多原因 大家 藉由我這本寫一本書 除了去呈現台灣 經濟成本的年代 都那麼牽引之外 還有原因就是 去探尋我小時候 的一些耕耳 為什麼我會走向這條路 好 你看 OK 那這個 這樣子拍起來 我還有工業沒有 我寫這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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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颱風吹殘了 已經破了破了就久了 好 那可是寫完之後呢 其實 講到為什麼寫本書 其實才有贖罪的心理 小時候我爸爸 我媽媽叫我工廠 工廠做事 我都心甘情不願 我隨便做一下 就流掉了 好 那 然後最討論的是 露虎 露虎就是 磁套 這叫磁套 露虎就是 隔圓體 然後放在體架上面 我一個人就把它放上去 放幾上百個 然後呢 穿過電熱線之後呢 可以發熱 發熱之後呢 那烤箱裡面的麵包 就會烤熟了 那小時候呢 我最討論去工廠幫忙 就覺得很無聊 尤其是到高中之 我更不要去 因為我想要看書 國中想打電動 國小想看漫畫 等等等等等等 那我最討論去工廠幫忙 好 下一個謝謝 然後呢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發現說 那個露虎遲到 就是那個絕緣體啊 好像就是我們成長之後 成長之後跟爸媽的一個過程 小時候跟爸媽都 爸爸都跟媽媽可以玩在一起 可是越長越大 發現跟媽媽還好 爸爸越沒有畫 很多各式各樣人員 也許是親子的聰明的人 我們都有個回家 都有一個絕緣體在那邊 就有一點隔閉在裡面 我不知道那個隔閉在哪裡 下一個 那那個絕緣體就是什麼 就是成長之後畫的那個愛子 日本話怎麼講 就是那個在電線桿上面 那個白色的那個 詞 回家 他有個愛 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我們生活是無辜這樣 然後下一個 這個是 好 那 愛子就是障礙的愛 就是放在那個電線桿上面 那個白色的那個 白色的那個 好 那 那個 就是 我剛剛說 回家就是用詞做的 然後它是絕緣體 絕緣體 就是隔開電線以往 被電到這樣子的東西 那 後來我在寫這本的時候發現說 小時候我就覺得我要怎麼跟爸媽聯繫自己感情 就是 你就讀書嘛 讀中山大九中五期 就覺得要跟他溝通 心理溝通 什麼的 可是在我爸媽那一輩 是沒有心理主義的 大家想一想啊 佛洛伊的這種心理主義 這我爸媽那一代是沒有的 但是到我們這一代才有這種心理的探索 在所謂的 不知道你太太是心理系的 你可以去探索 我都要跟我爸爸媽媽說什麼 心理溝通什麼 他們是沒有的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因為我們以前讀書讀夢的解析啊 讀很多人就覺得 欸 我要跟爸媽感情要來這個家族治療 心理溝通 可是我發現 我爸說你不要跟他說什麼 心理也沒有 我覺得做都做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喔 佛洛伊的這種心理主義 佛洛伊的寫夢的解析是19 1900年這個時候 那時候西方才慢慢有這個東西發揮 弘勃起來 那台灣呢 是因為我們這一代的接受知識的關係 探索的心理溝通什麼東西 在爸媽都沒有了 所以我這樣子笨笨呢 每天就是想要用這個跟他聊 聊到最後發現其實很簡單 就每天呢 他每天八個都在工具溝通 工具要插 平平平要插著 可是他已經做了二三十年了 三四十年已經習慣了 所以很簡單嘛 那跟那個溝通呢 就是每次回家呢 早上八點就準時 穿著我家的制服 就坐在工廠 就說不用做一些 我工技術非常差 只能做一些借 陪在他旁邊呢 開始悄悄打打 那時候 藉由勞動 藉由我們去共同參與某些事情 讓他覺得說 他本來是希望我借工廠 可是我這些 這個孩子就是真的 有回他們的那個期望 那我每次回來就陪他們去做一段 他們就覺得 欸這個孩子還算對他有點不正 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 因為呢 對我爸媽來講 實在做事才是道理 長大後呢 我丟他一人頭 握幾面 走一條他們人生第一關 怎麼樣都無法理解的道理 不是只有開工廠的人 任何的 台灣 百分之95 除了你爸媽是教授 老師 或者是寫作的人 這個社會百分之95的人 他不知道寫作 文化藝術是什麼 現在有比較好一個 可是我爸媽那個年代 沒有人知道文化藝術 我每次跟他 我大概 來台北工作去聯合文學雜事工作 也在寫作 每次回來 我包括都很生氣 從你都沒話說你代表做什麼 可是我就很冤枉 我已經 每次都要補給我做什麼 他就是聽不懂 所以文化藝術這個東西 像春上王說 他是一種詛咒 日本最愛的詛咒 文化藝術真的是 不太像我們社會一般的行業 他是一個比較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像國慶開書房 你國慶是校的 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一般的市民 大眾平衡 他無法了解 文化失業是什麼 寫作是什麼 心靈是什麼 他們的生活就是 實在做 做一分錢做一分錢 過一個很平凡的家庭生活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也許我們做這個行業 所以我爸爸 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有時候對他一些資格 就覺得是一種知識分子的高 現在住台北了 他一定更生氣 他一定是太棒了 可是 我覺得 對他們來講 那種實實在在的工作 才是對他們兩種心理共通 有最好的方式 這樣子 好 OK 那後來呢 加工廠之後呢 就往烘油地而去了 到底是怎麼樣呢 這個可能還要再講兩個小時 大家可能都睡著了 我就不太講 加工廠就是等於是 烘油地的前進 在我 不小心 考上 考上加中之後 不小心進入書店 認識很多人 誤入歧途之前 是我 加工廠的生活 不然進入晃油地呢 慢慢的人生就有 跟我的原生家庭 工廠跟農業 跟我這個 從小生長的農村 幾乎就是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世界 完全就是不一樣的一個世界 也代表我們台灣的社會是 一旦一切都很大 你舒服都很高 你就跟嘉義人 百分之八十人的生活不一樣 因為嘉義人的生活是什麼 就是東市場的 市場的 開店的人 然後每天去台樹上班的人 那嘉義的上層階級就是什麼 醫生 老師 公務人員 那你初考的好 考上加中 考上國立大學 你就進入這個階級 甚至六個 大部分都是在外地 如果你沒有進入這個 你就是進入了廟的委員 市場 流理展 市場勘放管理委員 店面的人 等等等等 那你如果設台北館 你就不會說台語 可是你一旦不是在這二十派上 你的生活 當中 我也還不太會講 等等 我們台灣社會 因為這個教育制度 切分了八十二十 那 我在台北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應 這個可以再講一天 那大家都睡在這邊 那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我很常常會來嘉義 因為我在台北 我在台北 尤其住在天龍國 其實我是想盡這個社會所有的職位 尤其是每次遇到高雄來的朋友都很生氣 你不是嘉義人 你是台北人 你是台北人 所有的汙染都留給高雄 台北人在享受 台北人至少說 台北已經沒有任何工廠 台北市沒有任何工廠 只有兩根煙囪都是古蹟 不會有 然後高雄的朋友 他的大學家他非常非常的生氣 他說 台北人會過得這麼好是 因為你們把汙染都給丟給中南部 我覺得很多事情 因為我在台北我是第一現場 而且我可以看到 因為我以前工作的關係 你看到台北的上流社會媒體 甚至是 我們這些 最近被抗議這群他們在搞什麼東西 所以我一看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返衡 為什麼會有這次的社運這個活動 其實一般的學生 他可能是評估的一個熱情 可是對我來講 我支持學生 因為我看到的是一個更誇張的經驗 那我們社會 因為以前的教育 我們就分了好多個階級 這個階級造成了一種歧視 造成一種隔離 那我現在要做的工作是什麼 我希望要把這些東西讓大家了解 然後我不需要讓這個 階級是一定會有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 可是我不要 不需要讓這個階級變成一種偏見 變成一種定性 OK 好這個講太遠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呢 無論是 我想大家無論是怎麼樣 每個人都可以書寫 書寫就是思考人生 去回顧你的童年 回顧你的成長 那如果在偉大一點 你要像國父孫中山一樣 就要思考 如何醫治整個社會 我當一個醫生 只能醫人的身體 我如果要醫整個國家 我就要參與革命 好 再一個 OK 好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 這個是奈良美智 現在最紅的 對奈良美智 它有個什麼小物質的計畫 我們看那個DVD 哇做得很棒 就像最近不是有一個 把冰蘭康改造成ETM的那個家庭 那這個每個人都是他的意見 那我看的是很不愉快 好像一個 那我家隔壁有這個小物質 那為什麼我們要花一個 幾百萬台幣去買一個奈良美智 可是這個東西很美啊 它是大自在的行程 人為了之後方配來這邊 千年花就攀維在上面 我拍起來我覺得很美啊 那我要花幾百萬去買奈良美智 我來欣賞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因為我比較特別 我比較不是特別 我覺得我是從農業 經過農業 童年的生活是在農業的農村 我爸媽是工廠 然後我讀書 進入中山大學 然後到台北工作 其實我是大致是經過台灣 北中南根各式各方面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 很多的價值的追求 其實就是人造物啦 好 最後我要談的是說 其實寫這本書 就是說我身上很多的疤痕 我長大了之後 我就大致問我說 為什麼屁股有一個疤痕 你是做了什麼壞事情 然後沒人講一個疤痕 我發現有疤痕還蠻多的 因爲什麼 我是工廠的孩子 工廠散布的各式各樣危險的 鐵片啊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小時候追趕跑掉工 眼睛沒有瞎掉 肚子沒有破掉 可是我偏不容易巴胺 可是我藉由這些巴胺的細細發掘 這些巴胺就是我的家工廠 童年的遊樂的地 雖然多次改建 只要藉由身上的傷口 就可以重建打 打開巴胺構築的糾結條 如掀起工廠的 大家想像嗎 好像那個好萊塢的 掀起工廠的屋頂 我探頭看到工廠裡面 有指揮落定的爸爸 四處清掃整理的媽媽 灰漢勞動的事 還有我和弟弟追逐的生意 此處探頭彼此專務 雖有傷口開戰 但總能安穩無厭 隨著轉動輪走 以那整個時代 一起盲力成長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女人老大 老大 兩歲的時候吧 兩三歲的時候 現在幾歲了 現在 2011年 現在兩歲 我現在已經快五歲了 很可愛 會唱水姑娘 OK 好 謝謝大家 那大家 有空的話就好 就是 當作 當作有一天就是 禮拜天去咖啡廳 大家等一下幫我慢慢去讀 很快就讀完了 基本上我不會寫得太複雜 那如果大家有他的背景 可以體會他的背景 如果沒有背景 可以體會文筆的美妙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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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